这里是纽约华人超市的鸡蛋 现在又涨价了 涨价幅度已经超过了去年4月份 以前4块4毛9的鸡蛋 现在已经4块9毛9 以前2块4毛9的鸡蛋 现在是2块9毛9 以前3块9毛9的鸡蛋 现在是4块4毛9 以前1块4毛9的鸡蛋 现在涨到了2块1毛9 现在大家都没有工作 本来就没有钱 日子过得紧巴巴 你要说韭菜和蒜苗 卖到4块9毛9一磅 我可以不吃 但是鸡蛋也长成这样 鸡蛋可是生活必须的呀 难道真的让大家 天天吃清水煮面条吗 你看看 你什么时候见过超市里 摆过这么多鸡蛋 鸡蛋的货架 从来都是摆满 十几二十分钟就会被拿光 理货员要不停的补货 供应大家购买 现在你看看 人们过来过去看看就走了 人们是想买的 但是被价格阻挡了 现在连鸡蛋都吃不起了